歡迎回到現場 我們來請教部長 我想我剛剛講到這個 我們明確當道之後 台灣現在這種紛亂 比方說台灣這次克剛的改革 我們到底我們國家是台灣 兩千三百萬人 還是中國家在一起的十三億 從這裡開始就有分歧 然後你說組織再造 理論上應該要經典 從李總統開始精神 我們一路精下來 結果不但沒有精 反而創造更多的榮源 這個榮源那麼多 現在你說六都疊床駕屋以後 其實人事負擔更沉重 那再過來為什麼年輕改革重要 我們現在在軍公教的 這個潛債負債超過八兆 那勞保這邊也八兆 八兆都加起來十七兆多 那如果再把這個政府的現在 這個債務加上去六兆 將近二十五兆 這二十五兆的債務 按照我們GDP 是會壓垮的 那這種情況就是說 我們面對這些 好像因為沒有到燃眉之極 台灣我有時候在想說 我們要不要等到公共人員領不出薪水 有一天大家掉鍋子了 才重新面對台灣的危機 否則的話像這種 跟大家都有關的 但是大家都麻麻的 也不願意真心面對 領導者也不願意解決問題 所以這個就是說 好像大家都知道問題在哪裡 那為什麼我們整個國家體制 會僵住 僵在那個地方都動彈不得 而且每個互相卡 是 其實這樣子的 很多人 我去舊金山山問我說 叫我比較台灣跟新加坡 我說新加坡的政府像一個公司 他們的總理像個CEO 我們的政府像個衙門 我們有各式各樣的人事法規 全部把我們綁死了 事實上一個小的政府 一個小的國家 我們需要的是什麼 我們的可塑性 Flexibility非常重要 台灣是沒有Flexibility的 所以變成說你公務員 是沒有辦法有想像的空間的 這個我現在舉個例子好了 現在大家都講說 我們這個台北的這個房價太高 但是我們就拼命去搞房子 台北我還跟大家講一個問題 台北呢 國家地震中心給我一個資訊 三年前告訴我 台北只要一個六級地震 因為土壤液化 它會擴大成七減三級 光那個地震就要倒掉 四千戶的房子 對 我講的是台北是大台北 可是問題是你接到這個訊息 你怎麼辦 台北這麼多的老舊的這個公寓 當你要淘汰它 你想到的就是說你錢在哪裡 對 你要花多少錢來幹這件事情 但是我在思考就是說呢 事實上錢在哪裡 錢在土地 錢在政策 你今天只要把政策弄清楚 土地的政策方法一出來 你因為都庚是會賺錢的 可是今天是政府出來主導賺這個錢 把這些老舊的社區淘汰掉 把錢賺出來 我們房子自然就出來了 對 可是今天問題是這件事情 在一個中央就會跨了好幾個步 對 在一個中央就跨了好幾個步 有人講都庚沒有三十年 你辦不來了 可是你今天政府只要強力去主導 我不認為需要三十年 你看東京人家是有計畫的 你六本木那種方法 對 今天的都庚是大家永遠講不清楚 然後都庚被污名化 大家把都庚等於財壇炒作 事實上我今天為什麼特別強調防災的原因是 防災型的都庚就是說我為了你的生命財產安全 我舉個例子吧 就其中一個例子 當然後來他們也沒聽我的也沒有執行 就是那個101旁邊那個軍保廠 九公頃 我當初的規劃是 我在這九公頃的土地 蓋二十棟四十層樓的豪宅 你把旁邊的老舊公寓換進來 再把老舊公寓拆掉 再蓋這個更耐震的低密度的豪宅 台北只要有五個這樣的案子 二十年之內 整個大臺北地區所有的房地產 這個老舊建築物淘汰掉 就是生命財產安全確保 都市變漂亮了 然後我蓋出來的房子 十分之一社會住宅 十分之一社會住宅 第一是國防部的 用房子跟他換土地 然後根據我民建署的精算 政府在不賠錢的狀況下 我在101旁邊的豪宅 一坪賣多少錢 一坪賣八十萬 這是最高明的大房 因為隔壁賣兩百萬 所以政府手上有五個這樣的大案子 請問你房價是我收的算 還是建商收的算 然後二十年臺灣的公共建設做不完 最大的振興經濟方案 一次解決所有的問題 然後從頭到尾根本沒花錢 因為所有的這個政策 全部在這個政府的手上 可是很遺憾的是 這個計畫沒有執行 那是我行政院 我在行政院做的最後一次報告 因為大家不敢去做一個這麼大的計畫 你做這麼大的計畫 你的首長要有很大的承擔力 可是這個計畫不執行 我們在等什麼 我們就等一個終極地震把台北毀掉 我們花一百倍的代價都救不回來 可是這個計畫 假如我們做的話 最大的振興經濟方案 所以從這裡面我們 然後在蓋的過程裡面 你就可以把智慧型的綠建築擺進來 把低沖極開發擺進來 把所有最新的概念擺進來 台北改在大台北改造的過程裡面 把我們台灣的新的產業出來 那這裡面在蓋的這些建築裡面 你就有水的回溯技術 你就會有綠建築 就有智慧型城市 就會有低沖極開發 一次解決所有問題 製造所有的機會 但是我們很遺憾的是 台灣的官員沒有一個人敢做這麼大的夢 這個官員其實部長在書裡面 你特別提到我們內閣裡面 幾乎全部都是博士 然後這個就是說 這個腦袋貫徹下去 我想學者從政以後 他會有很多狀況 學者的想法跟社會的期待 總有犯落差 那他另外一個就是說 很多人從學校界定出來 能幹多久他幹多久 然後不行我就躲回學校去了 這個就變成說 他永遠都有後路 那這個很多人就隨便試一下 沒有那種自知死地要獲勝的那種氣概 所以到目前為止 我們在用人上 我想部長在你的書裡面 要台灣如何成為一流國家 那這裡面我們如何培植一流人才 其實台灣一直在這個上面 我覺得都很欠缺 對我們從頭到尾都不談的是什麼 我們的文官培養 制度出了問題 就是說過去還有省政府的時候 一個部長要怎麼養成 一個能幹的次長派到省政府當聽處首長 你表現好你才有機會回來當部長 對 所以他有一個中央的經驗 有地方的經驗 他對整個事物是不陌生的 對 但是今天台灣省政府不見了 對 藍綠 你再大的本市 你的你最大的經驗是什麼 就是一個支下市的規模 對 可是支下市的規模呢 我們用個比喻好了 支下市的規模 你就是開一個小汽車的規模 對 你到了中央 他再小一個部位 他都是在開貨櫃車 對 都在開連結車 對 所以每一個人借掉到中央以後呢 第一個因為他沒有開大大車子的經驗 所以他一兩年一定是跌跌撞撞 對 可是他在跌跌撞撞 在一兩年之內 第一個他把自己耗掉了 對 第二個他創 他製造了很多的不確定性 他的政策是不清楚的 所以我們國家呢 一直永遠在這裡面轉不出來 一個人上來兩年 不行換掉 換下一邊一個上來 又是兩年又換掉 可是呢 這個人被耗掉是一件事情 可是政府有多少的時間在浪費 是 就是說你一個部長的養成 很可怕的 我跟你講 我一個人帶著三個秘書去內政部 我們內政部一年一千七百億 八百萬 八萬人的一個一個城市 你敢交給一個 一個從學校來的教授 可是我到了 我到了內政部以後呢 從頭到尾沒有人告訴我 內政部要怎麼做 他就假設你會做 對 我是運氣很好 我在省政府中央政府地方政府都待過 所以我也花了很大的時間 一兩個禮拜之內 一個月之內 趕快可以進入狀況 但是不是每一個人都像我有這個運氣 曾經有這樣一個經歷 那你沒有這樣的經歷的人 你把他帶到一個部會裡面去 他怎麼會搞清楚 對 所以今天不是藍跟綠的問題 而是我們今天政務官的培養出了問題 所以我為什麼這個高雄氣爆的時候 我去拜訪陳菊 我給他的建議是什麼 我給他的建議就是說 你這個氣爆的地區要做一個防災型的渡庚 對 做一個渡庚 那裡面有水利的問題 有建築的問題 有都市計畫的問題 有化工的問題 我建議他去找成功大學 當作他的智庫 那你今天變成說 但是我也跟陳大講 你不要太小氣 不要多找陳大的教授 就是南臺灣 組一群專家群協助高雄市政府解決 那高雄市的問題 是這些學校的教學跟研究的內容 所以這樣子講 假如南臺灣有一個這樣的平臺 中臺灣有這樣的平臺 北臺灣有一個這樣的平臺 這樣子操作個三五年 這一群在平臺上的教授 我從裡面抓個十個二十個 要進來當內閣當部長 他就不會方向走板 可是今天我們這個 這樣的一個機制沒有建立起來 我們所有的教授的 共同的經驗是什麼 你要寫國課會 你寫一個proposal 就是一百萬的proposal 像我是一個大牌教授 我頂多可以寫到一千萬的proposal 你一個教授 你再大的本事 就是寫一個一千萬的proposal的格局 你到了一個部會裡面 你要run一千七百億 這中間差了三個零 你怎麼弄 所以這不是這些人聰不聰明 這些人都很聰明 一個就是人才培養 但另外就是說真正好人才 在目前這種財產公佈這種 很多人不會來 所以就是說一方面我們人才培養不足 那另外一方面就是說真正好人才 他好像也不願意掉到這個匠缸 所以好像大家都在抱怨 但是沒有人願意為這個國家做點事 所以我們今天就是我就覺得有時候臺灣這個肥貓這兩個字 害死很多人 還有我們這個社會都在比窮的啊 對大家都在比窮 然後大家見不得人就好 然後呢一個人薪水領得比你高 對你就你就大家做所有的媒體去修理他 可是你沒有想到 這個人薪水高是他的 是他的市場價值 對 他當然有他 我寧可他領一千萬 幫我們賺一千億 他要是有辦法幫我賺一千億 他領一千萬是理所當然 可是我們臺灣的社會已經媚俗 對 幾乎不從這角度來切入 所以今天我不能講說臺灣沒有人才 對 臺灣在企業界裡面這群CEO厲害的不得了 是 可是哪一個人願意下來當部長 除非他瘋呢 對 第一個薪水很低 第二個每天被人家罵 第三個你一點尊嚴都沒有 對 可是你到了你到了部會裡面當首長的時候 你會發現什麼 所有制度把你卡死 卡死 你的人事被卡死 你的採購被卡死 你的這個主計神技全部把你卡死 所以你今天你有再大的本事 你要第一個你要先解決這一些的障礙 然後呢 這些障礙全部解決 你還不見得有辦法找到你要的人進來做你的事情 這個鬥關了還有沒有熱情 我這個部長 我上禮拜 這個工研院的原來的李中希院長 他說他去申俊參加一場生技產院論討 他說李延潮啊 國家副主席 他八點鐘去主持 人家從頭到尾到六點鐘才離開 這個是真正來學習的 是是是 那他 我在台灣我竟然看到很多的官員 他每次來自食一下人就怎麼了 所以那個就是說你能不能跟這個業者或產業形成一個對話 我們其實那個大家好像都西運故事一樣 我感覺台灣的官員在這個上頭沒有太多的熱情 對 我是覺得熱情不見了 但是熱情不見有很多的原因 第一個當然是他一直被打壓打到最後他自己沒有熱情 第二個事實上這個當然自己要負一些責任然後他的專業也並沒有被尊重 對他的專業也沒有被尊重 所以我覺得台灣今天整個社會就出現了一個整個熱情不見了 所以很多的官員就是虛應故事嘛 對 反正你交代我就做你沒交代我就不做 然後呢你這樣子結果就變成說呢 你沒有熱情你就不會去幫你的政策去defense 是 因為你一定要非常喜歡這個東西 你如果要相信這個東西你才有辦法去defense 所以今天為什麼很多的政策推不出來的原因 就是說當我到了這個立法院的時候 人家直接丟一個丟一個雞蛋三天我就銷回來了 我舉個例子嘛 台灣最重要的政策 能源三法 對 這個東西是會卡在我們整個的替代能源會不會起來 我們的產業會不會出來 我們會不會被人家課探稅 我記得多多少年以前丟出來 被人家丟了三顆雞蛋就縮回去的 一縮回去呢 就縮了三五年 最近又拿出來談 可是這三五年之內 我們把整個我們的黃金時間全部浪費 都浪費了 全部浪費掉了 你假如五年前開始談的時候 今天我們的這個綠色產業替代能源的這個概念 已經完全不一樣了 但是我們這三年之內全部浪費掉 等我們再來談的時候 這個月期出發點已經不一樣了 因為其他國家已經在往前走 對 你今天看嘛 今天台灣很諷刺的事呢 電動摩托車我們做的最好 太陽能電板我們做的最好 都外銷 但是自己不用 對 自己不用 那自己不用的結果是什麼 自己不用的結果是我們碳足跡越來越高 然後大家就在談我要廢核 對 你在廢核的同時你的TDR能源不出來 下一步就是限電 對 下一步就是限電 對 可是大家在談這件事情的時候從來不談清楚 對 所以我記得當初核四鬧得最厲害的時候呢 很多的媒體最喜歡挖洞給我跳 對 為什麼 因為這個人不講假話 對 他問我說你贊成核四還反對核四 對 我就告訴他 以核能源是一個非常專業的東西 對 以我的專業我不能判斷 所以我們核四是怎麼沒有的 總統建了六個諸葛第二天核四沒有了 可是核四沒有了也沒有關係 核四沒有了你要交代說現在能源的結構改變了 你們所有的部會是不是要跟著轉彎 對 沒有 所以我們台灣的政治叫做one shot event 我告訴你沒有了但是後面就不知道 通通就回到原點了 就回到原點 對 也沒有交代你說你要怎麼樣去因應 所以核四沒有了我們替代能源並沒有進來 對 並沒有起來 所以呢終極廢核 我個人所有全市人都贊成終極廢核 但是藍綠要做下來談的是什麼 談的是定在哪一年 對 合理的年限是20年後或是15年後 對 你把那一年一定下去以後開始往前推 對 現在要做什麼 每一年都要有具體的 每年的具體的benchmarking要做出來 對 你沒有一個15年的準備 你憑什麼跟人家終極廢核 是 可是今天這個論述 幾乎沒有論述的空間 對 也沒有論述的能力 然後呢也提不出一套 政策 最後呢 一個這麼重大的核能政策 用民粹在炒作 好 我想 誰也一樣 先談到這裡 回來 等一下請教部長 就是說 臺灣要建構一流國家 有哪一些非常迫切的事 馬上要做的 也就是包括2016 誰上來 趕快要解決的問題 我們會來請教部長 稍微來 謝謝你 兩次 我們來吧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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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